我們今天練游泳 那我們就先來游個 五千 游最慢的再加一千 為了贏得游泳比賽 右身老師帶領月軒 劉靖和林輝煌 到泳池進行魔鬼訓練 冬天拍下水戲 海鷗秀腹肌 三個新生代演員 開拍前趕緊坐 浮地挺身 一 二 熱身完畢 等待右身入場就能開拍 結果三個小伙子 只穿泳褲登場 反而右舜卻服武裝包緊緊 老師事先知道 所以老師作弊 然後他們看到說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拖 我說我當然要留給伍佳麗 來 阿根 看起來動作俐落 在戲裡飾演游泳健將的右舜 其實不會游自由式 我不會游自由式 我只會游蛙 只能趕快問現場會游的人 就是問蘇俊傑 我就說俊傑 到底那個姿勢要怎樣 然後他說這個看起來 看起來可以 有時候看起來可以就好 自然水性不錯的佑盛 現水現脈看起來有幾把刷子 跳水畫面未成完美 跳了二十幾次 但最後只用了第一顆鏡頭 也讓他回想起 2008年出外景跳水發生意外 譬如說去冒險玩 然後我們就讓菲律賓 看到一群小孩在跳海 就跳下去 然後就受傷了 但受傷不是因為 我不會游泳 是因為他那個海 那個珊瑚礁的那個 石頭在海裡 其實小孩都知道在哪 但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 比起又盛穿長袖長褲的泳衣 月軒 劉靖和林輝煌 難得打赤薄手神才 但其實三位演員 只有劉靖十九歲 月軒和林輝煌 都已經二十七歲了 將領演高中生 又高又瘦 穿上制服 毫無違和感 也為校園 致注入年輕活力 TVBS新聞黃國維 楊慈寅 周沛羽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